孩子英国毕业了 要不要移民 我的答案是不要移民 记住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如果孩子刚毕业 不要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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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伦敦老刘 今天和大家分享 常见到的一个现象就是 快到毕业季了 很多家长开始焦虑 纷纷在微信上问我 说刘律师 有没有什么办法 PSW签证 能不能给孩子找个工作 找工作找不到 有没有什么方法 能帮孩子移民 说实话 每次遇到这种问题 我的心都是非常 怎么说呢 非常的纠结 到底是该说实话呢 还是该顺着客户说 顺着这些大姐们说 如果顺着大姐们说呢 来花钱 对吧 有很多种方法 有无限种可能 能够帮孩子办绿卡 留在英国 花钱就行 这个不难 但难的是什么呢 如果要说实话 那实话就是 如果孩子两年 PSW在英国都没有找到工作 那他留在英国的意义是什么呢 要知道年轻人 对于年轻人来讲 他要的不是移民啊 他要的不是绿卡 绿卡